五十点都不收票 就等于封山 那我们是特出的 已经是享受特出待遇了 咱们这边又管 要不然就像昨天的话 您起码要把上普地堵一两个小时 上级只是封山 可能原因就是我瞎说 口业 业障 这个导游是当地最棒的 支楼特多的 我来这就是唯一想去的 就是显通寺 因为那个我爷爷给显通寺 捐过两部藏经 鸡茶藏 龙藏 现在说都不懂 你们查百度去吧 在二十年代 我爷爷创建过北京的 唯一的私人佛教图书馆 在石沙海 当时一共龙藏政府印了九部 我爷爷有一部 宋哲元两部 美国大使馆一部 一共龙藏只有九部 龙就是龙内龙 藏就是藏经的藏 我爷爷的拜靶子的兄弟叫能海 苏家名姓龚 原来是四川的军阀 云南讲武堂教官 是朱德的班主任 以后 刘湘 刘文辉 派他到北京给袁世凯当参军 参军 巡视各国 看见整天打内战 他就不高兴 去日本考察 人为日本之所以强大 是日本相信维时宗 维时宗又叫法相宗 就是 就是 玄奘 唐朝玄奘 从 印度取回那个 中国的佛教有好多宗派 最中国本土的叫禅宗 禅宗的创始人是六祖慧能 是个文盲 但悟性特高 伟大领袖说他是善于把 和中国特色结合起来的人 和他一起 同样受伟大领袖称赞的 还有洪秀全跟孙中山 他们都是善于把外国的东西 和中国本土结合 我是1961年 1月24农历庚泽拉巴生的 我生就生在我爷爷的 那个佛教图书馆 我一生下来 正巧 能海法师在我们家 为什么呢 能海法师 在1961年的时候 是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 就住在北京的广基寺 武台山也有广基寺 但不是北京的广基寺 北京的广基寺 是佛教的权力的顶峰 是中国佛教协会所在地 我最后一个师傅 叫郑国法师 我儿子 当年我儿子妈怀我儿子 医院说是子宫济癌 而且是浸润性严重 协和医院 北大医院 北京妇产医院 还有301医院 301医院坐着活体 取活体 飞机运到香港 那时候香港才能做这个鉴定 鉴定都说 建议把整个子宫赶紧切了 然后我带着我儿子妈 去了一趟广基寺 在我师父那面前 就跪着跟我师父 那也不叫求师父 刀了刀 我这臭嘴就刀逼刀逼刀逼了半天 然后我就换了个医院 从协和医院跑出来 去了北大妇产医院 为什么呢 我认为北京有两个医院 有宗教的基础 一个是北大医院 一个是协和医院 我老总觉得有宗教信仰的人 就比没宗教信仰的人更人性 因为科学是科学 宗教是宗教 哲学是哲学 这个医院有一个叫董月 董月他是基督徒 他老公是复旦的 他就说 怀孕的时候 子宫里的癌会长得特别快 但是根据神的意志 生会比死长得更快 然后就这么熬了一年 我儿子又生出来了 坐在这个Q7前面的小孩 就是我儿子 他上了一个特牛逼的学校 靠我的自己奖学金 我基本上没怎么管他 所以他是神送来的孩子 所以这两天来这儿 我就特想去看能海法师 但是到这儿说 前面山路都封了 断了 所以就没办法去看我师父 我只是在这儿心里边 敢念我师父 用我退休的新华社 耳目喉舌的方式 用这种方法 这算法部式啊 我传播的是我师父的信息 你们可以在网上搜索 能海法师 能是能量的能 海是大海的海 我师父一个人背着 就像玄奘似的 背着自己的行囊 走到拉萨 在拉萨拜康萨仁波切为师 以后又继续往前走 走到印度 走到菩提家业 叫嘎亚 到嘎亚他就死了 他忽然听见了嘎亚 大菩提庙的钟声 他就醒了 醒了以后找人借点钱 给刘湘派电报 因为刘湘是个哥们 四川最大的军阀 刘湘给他寄了 我不知道多少大洋啊 大洋肯定都上万的军阀 他又坐船从加尔格达 回到上海 所以在那个时候 能海就成了中国最著名的英雄 美国 路过桥事变之后 中国沦陷 美国大使馆撤到重庆 美国的那时候司徒雷登 司徒雷登是学问人 还有美国大使 就司徒雷登前辈的美国大使 都邀请能海去美国讲学 但能海说 中国在抗尔战争全国沦陷 他不能离开他的祖国 在沦陷以后 能海就带着他的徒弟 来了 来了武台山 在武台山 他大概带了五百个海上 在这开荒种地 到1953年的时候 他养牲口 种树 种粮食 那时候 就是我出称的 三年自然经济困难时期 都吃不饱 我能长一米八四 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师父 给了我妈一个小磨 就是武台山的石头磨 让我妈给我磨豆浆 所以我现在能长这么大 而且我是出口成章 现在我说话 我认为都不是我说话 是我到了武台山 我师父通过我的嘴 来传达我师父想说的话 平常我没机会说 因为小孩上学都很难 一个得奖学金的小孩 肯定是学习极其努力 他特善良 我说你来这要干嘛呀 他要给他哥哥 他哥哥在北大物理系 读博士 要给他哥许愿 要给他姐 他姐在哪呢 姐在多伦多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读 我这也不知道读什么 我这人呢 私体不亲 无几股不分 也不关心他人 我是极端的利己主义者 我只相信 我眼睛看见的 按照孔子说的就叫 所见识 所文识 所传文识 这是孔子春秋 叫春秋公羊传子 所见识 所文识 所传文识 最重要的是 亲眼所见 这辈子我上队了一个学 屁大 找队了一个职业 记者 也干错了很多事 我 在走向我师父的 那个 我心目中的师父 因为今天封山 可能见不着我师父 下回再来吧 谢谢导游 一来导游小嘴 小红嘴 说的特好 这会让我一吐 胡说八道 小红嘴都不说话了 谢谢小刘的Q7 拉我从北京 到这么远 当年我师父 走到印度 走到加尔格达 以后第二次 刘湘 刘文辉 集前 弄了几百头锣子 去西藏 送给康萨 大仁宝切 促进了祖国统一 这都是 一九二几年 到一九三几年的事 那时候他们都研究 唯识宗 就是法相宗 也有我爷爷 研究唯识宗 法相宗 还有熊师利 现在驻我们家 那个大金斯户通 后来是周恩来 给请来的 现在知道 唯识宗的人 已经不多了 唯识之学 唯识之学 比较著名的是 瑜伽实地论 现在小女孩 都练瑜伽 但不知道 瑜伽实地论 要能医究 我一会告诉您 在哪您能上去 他们要是说 去菩萨典 菩萨典这些地方参观的话 我就告诉您 去哪您能去一趟 行行行 我就到那磕个头 那能上去 因为我也六十多了 我有海关认证后遗症 我这辈子采访过 就中国人能碰到的 所有的危险 你跟孩子能去一趟 那个能海法师 那边您能去到 对 不去也感谢 因为是有好多 不可抗拒力 谢谢您 菩萨心肠 您就是长得像菩萨 心肠也像菩萨 咱们这个桥右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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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能听听是吧 对 咱们只能听到这边 在走到对面吧 对 菩萨 但是只有在文殊菩萨 是这和对面的书香区 这是菩萨 这是文殊菩萨的最早的一个 对 祖庭 文殊菩萨祖庭 文殊菩萨脾气大 狮子吼吗 做狮子平常也爱愤怒 为什么他太智慧 太智慧 看着那帮傻逼 他们能不愤怒吗 嗯